比如刚刚毕业的孩子们一个月有一万块钱 小剧场还不算商演 那像之前推出的这些演艺场就拿几万 记住了德云社是现在说现儿挣钱最多的单位 作为相声界挣钱最多的单位 德云社的员工福利到底有多好 副总卢云平就曾在节目上透露一二 本期视频是可带您了解一下 德云社的员工福利都有哪些 去年因为大环境的原因 德云社全体员工整整九个月没有演出 靠着演出挣钱的德云角儿们 本以为九个月都要没收入的时候 师傅郭德纲挺身而出 我们别看九个月没上班 九个月月月发工资 这实话 了得吗 好家你想德云社九个月月月发工资 而且无险一斤全额缴纳 什么概念 德云社演员四百多 家人工作人将近一千人 好家一千人 一个人两千块钱 这不算高吧 虽说没有演出 但依旧给徒弟们发放基本工资 无险一斤也是全额缴纳 没有镜像 老郭就用自己的积蓄养活徒弟 德云社才是事隔心中 实打实的两心企业 可这也只是德云社福利的平常操作 徒弟们结婚 作为师傅的郭德纲 更是包办宴席 送车送房 盼逃德云社的弟子何伟 在结婚方面就花了郭德纲不少钱 包括我徒弟何云伟结婚 我花了六万 包括他们造婚纱一万 包括他们两人的戒指 钻戒都是我老婆去给卖 包括那个婚车 从天津调去 这个家常的车 投车就花了一万 他结婚我花了六万 十年前的六万块钱 放到现在最起码 不得值二十万吗 可惜一片真心错付军 郭德纲真心带何伟 谁能想到 何伟能上演异常农夫与蛇呢 好在这样的徒弟 在德云社只占小说 更多的徒弟 都是只安图报的好孩子 岳云鹏和妻子郑敏结婚的时候 名气还没有现在如此响亮 挣的钱也只够日常开销 婚礼只好一切从前 知道这件事的郭德纲 便劝岳云鹏 结婚是人生大事不能将就 更不能委屈了新娘子 钱不够我给你 也是从岳云鹏开始 为徒弟包办婚礼 成了德云社的一种传承 刘晓婷上小局的婚礼 岳云鹏都没少出钱出力 除了在人生大事上 大包大揽之外 德云社的福利 更是好到让岳云鹏主动要求降薪 按照德云社的规矩 公司和演员之间是二八分账 公司拿二演员拿八 这样的分成比例可以说是业界少有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分成 一度让郭云鹏苦恼 原来是在郭云鹏拍戏期间 和同行聊起公司分成时 才知道师傅给自己的分成比例太多了 开完戏回家的郭云鹏 就忍不住找了师傅 做节目的奸歇的时候 他也跟其他演员聊天 演电影的大咖呀 什么主持人 你跟你们公司怎么算账 人家跟你说三七四六怎么分账 孩子确实回来找我跟他师娘 我没想到 你看人家外部人都那样 咱家这个 我就给我给的要多 我是不是我在 咱们重新换个比例 或者我再如何如何 这实话实说 他确实是真找来说过 看着彼此为对方考虑的两人 事格不禁感叹 这样的师徒情 真他妈难得 除了分成比例高外 德云市的福利 也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 就连副总罗云萍都这样说 这个待会你要走的时候 门口那有水果 你一会走的时候 你看无论是什么 你拿点走 我从您家走 我就没空着手走 那是永远都是 甚至我师娘给我打电话 哎呀 你上家拉东西来了 我您是真骗我 我也知道 不得不说 郭德纲和王慧 对徒弟们是真的疼爱 不仅教他们赚钱的手艺 还将他们的生活 打理得精精有条 除了这些经济 生活层面的福利外 精神层面的福利 也是不少 郭德纲就曾利用自己的人脉 让秦潇贤 顺利加上女神高圆圆的微信 还让老秦顺利的拿到 天王刘德华的签名照 看到圆梦的老秦 士尔格真的无比翔拜老国为师 那样士尔格就能顺利建到酒粮 除了以上的福利之外 在德云社年会上的福利 更是让士尔格羡慕 从生活用品到红包现金 再到定制金条 随便哪一样都让士尔格羡慕不已 作为德云坟王的张赫伦 更是在自家年会上 拿红包拿到手软 从经济层面到生活层面 再到精神层面 德云社的福利一环扣一环 如此看来 德云社能做大做强是必然的 毕竟能挣钱还能圆梦 这样的公司谁会不爱呢 关注士尔格 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趣事 给大家看